大家好,这里是正儿篮球的频道 NBA从1949年发展至今日 已经过去了75年 NBA30支球队 除洛杉矶快艇和胡人队 在目前共用同一个球馆外 其余28支球队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独立主场 而快艇队也将在下赛季拥有属于自己的球馆 届时,联盟30支球队将分别拥有自己独立的主场 而在NBA联盟拥有自己的主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像是主场球迷的欢呼 裁判的主场倾向性判罚 球员更加熟悉的场地 主场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些都是有利的主场因素 因此,每支球队都试图在常规赛取得更高的排名 以占据主场优势 而打造自己的魔鬼主场有利于球员的发挥 也能给对手心理上造成一定影响 在NBA历史上,有这样几个著名的魔鬼主场 他们在各自的年代建立起了客队无法击破的壁垒 今天,我们就根据年代顺序 来盘点一下NBA最知名的五大魔鬼主场 以及这几位魔鬼主场的主人 在他们笑傲江湖的年代 实力究竟有多么强大 首先第一组 来自80年代的博士顿绿军 北岸花园球馆 相信大家都知道 传统豪门博士顿西亚提克的主场上空 悬挂着17面冠军旗帜 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60年代的 Bill Russell时代和80年代的Larry Bird时代 无论在什么时期进行魔鬼主场排名 花园球馆必然能名列前茅 因为这里曾发生过太多传奇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 由奥尔巴赫和Larry Bird所作证的花园球馆 也是史上最难被攻克的主场 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 1985-86赛季是Larry Bird时代的巅峰 那个赛季 他完成了正骨硕金的三连MVP的壮举 而在此之前 仅有Bill Russell和Will Chamberlain 两位上古大神 完成过这样的神迹 那一年 Bird率领之绿军 打出了所向无敌的常规赛主场战绩 40胜一赋 而这个记录 甚至要到30年后的马刺才能追平 在那年季后赛中 绿军在主场更是10场全胜 单赛季主场50胜一赋 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绿军在季后赛中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了当季总冠军 甚至连乔丹的单场63分 都无法攻破塞亚提克的花园 当然80年代的花园球馆 之所以如此难攻破 除了绿军实力强大 他们也会在比赛场地上耍一些花招 那个时候花园篮球场上 每块地板的软硬程度都不一样 有些地板被安置得很牢固 有些地板却微微晃动 客队一般是不清楚其中门道的 但绿军的球员却了如指掌 他们会故意把对手逼到某些特定区域 在那里篮球很难反弹起来 之后绿军便完成抄截 并开始发动突然袭击 让对手15连连 Magic Johnson后来回忆说 他刚进联盟时就曾在花园里吃过大亏 在一次运球的过程中 球居然粘在了地上 绿军的球员却先知先觉 一个向前逾越断球而去 后来Showtime时代的胡人队 甚至曾仔细研究过波士顿的地板 画出地形分布图 告诉球员跑到哪里运球要重一点 哪里要轻一点 有的地方根本就别去 Danny Edge也承认 80年代的绿军的确凭借地板优势 占了不少的便宜 但红一教主奥尔巴赫 最伟大的发明还不只是这个 Showtime时代的胡人以快攻反击著称 而绿军则擅长打阵地战进攻 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奥尔巴赫下令 交球馆的球网拽得很紧 球头进去以后不会立即掉下来 这样绿军就有了充裕的回防时间 而根据小道消息 1984年总决赛G5 花园球馆空调失灵事件 也是奥尔巴赫的杰作之一 那年冠军赛天王山之战前 绿军和胡人两大豪门 战成了2比2平 但在关键的G5中 空调突然停止运转 而此时的胡人队 正在反击进攻的石头上 突然球馆内气温骤声 当时所有胡人球员的第一反应 这肯定是奥尔巴赫的花招 绿军球员并非不怕热 但他们更适应在艰苦的条件下战斗 更崇尚身体对抗 空调失灵明显对他们有利 反观胡人队 36岁的甲爸因为严重脱水 已经戴上了氧气面罩 天沟在老年时回忆说 我们就好像在争桑拿一样 感觉像穿着厚重的衣服 做了100个伏地挺身 再加上48分钟折返跑 在主场38度的高温下 绿军扭转颓势 奋起直追 最终迎下了关键的天王山之战 也赢下了1984年的NBA总冠军 第二组三连冠时期的 芝加哥公牛联合中心 而在公牛第一个三连冠时期 他们防守优质 但营球更多依赖的是 丰富多元流畅且华丽的整体进攻 那时Jordan与Pippen 正值个人生涯的巅峰岁月 攻击火力凶猛 而外线的John Paxton和内线的Grant 皆有稳定输出 替补的BJ Armstrong也是优秀射手 各位值得得分十分均衡 但到后三连冠时期 公牛王朝虽然总体上 仍是偏向攻击型球队 但以主教练Phil Jackson为主的教练团 考虑到球员的年纪 对进攻的影响 对公牛队在防守端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个时期 公牛队的进攻节奏明显放慢 并大幅提升了 防守和篮板球的比重 巅峰时期 曾是得分好手的Ron Harper 加盟公牛队后 转型为角色球员 Hupper在控局后卫位位置上 拥有身材优势 他的坚韧和对球的压迫感 让对手的后卫难以呼吸 这大大强化了 公牛队的后场防守能力 两届最佳防守球员 Dennis Rodman不占球权 是不可多得的 内线防守专家和超级篮板王 Rodman在芝加哥的三个赛季里 公牛队平均每场比赛 比对手多抢5.5个篮板 而在他到来之前的一个赛季 公牛队平均每场 比对手少一个篮板 Jordan是10届最佳防守一阵 1988年的最佳防守球员 Pepin则是史上最佳外围防守球员 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 他那一双齐长的手臂 是公牛队外线防守的最佳力气 当时公牛队球员平均年龄 为全联盟最老 但最近老将们拥有丰富的经验 出色的篮球智商 对比赛的强大理解力 以及出色的战术执行力 这造就了一支效率极高 失误极赏 压迫感极强的芝加哥公牛队 Jordan、Pepin以及Rodman三人 于1995-96赛季 同时入选年度最佳防守阵容 这是NBA史上 首次有三名同队球员入选 同时 公牛队首发5人中的4人 均有能力换防4个不同位置 尤其是他们在边线 底线设置的防守陷阱 以及Pepin和队友 突然之间的恐怖包夹 这经常让对手陷入恐慌 然后被断球反击 正是凭借着这种历史级的防守能力 植牙膏公牛的联合中心 成为了90年代的魔鬼主场之一 1995年3月30号 公牛在主场败给塞亚提克 但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就再没有任何球队 能在联合中心拿走一场胜利 直到1996年的4月8号 主场输给黄蜂 在这期间 乔丹率理公牛队 共计44次 成功捍卫了自己的主场 包括95-96赛季的主场37连胜 新的公牛王朝 也在那一年里开始扬帆起航 第三组犹他爵士 盐湖城 早在1978-79赛季结束时 当时的爵士老板 做出了一个决定 把球队搬迁至寒冷的犹他州 来到盐湖城 从那以后 这里成了全联盟的球员 最不想到访的客场之一 而其中原因有三点 第一 盐湖城地处1300米的高海拔地区 城市常年积雪 要在这里生活和打球的球员 必须要忍受高海拔和高阴寒的环境 而到这里做客的球员 则要做好缺氧的准备 在海拔1300米的高原上 进行激烈的对抗运动 球员很容易就陷入体能不足 大量缺氧的状态 在06-07赛季 火箭机后赛首轮遭遇绝世时 姚明便在采访中说 与其他城市相比 这里的空气很稀薄 因为只打一会儿便会气惨吁吁 感觉跟不上 然而 长时间在这里训练和生活的绝世球员 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 这反而成为了他们的优势之一 第二 传奇主帅Jerry Sloan 为这座本就寒冷的城市 注入了强悍的铁血文化 Sloan至军严谨一丝不苟 其实早在球员时期 他就是一名球风彪悍的平民三郎 而他的手下 Carl Malone和John Stockton 则是最忠诚的战士 日复一日地执行挡拆进攻 年轻人去到爵士 并被Sloan教练刷上一层白色的血盐 你会发现 他们和Malone Stockton一样 不知疲倦的跑位 他们永远都在不停执行 教科书般地被掩护 伸缩进攻和挡拆 在Sloan的严格下 爵士球员很少犯错 任何客队 想在这里带走胜利 都是极其艰难的 甚至连乔丹率领的 公牛王朝 在造访炎湖城时 也都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Pippen则说 实话告诉你们 我整个职业生涯 最不喜欢去的客场 就是炎湖城 第三 炎湖城的犹他爵士 有着全联盟最特殊的 球迷群体和球迷文化 这里同时也是 美国摩门教徒的主要聚集地 他们崇尚忠诚和自律 摩门教严格的教规 以及狂热的信仰 影响着居住在这里的球迷 与此同时 爵士队的球迷 是世界上最忠诚的球迷之一 他们不由疑虑地 支持着爵士队 即便是在 球队战绩不佳的时候 球馆的上座率 也常常排在联盟前三 爵士球迷们能制造出 分贝最大最持久的噪声 让客队球员 心神恍惚心惊胆战 铲师Phil Jackson就曾表示 在代理公牛 来这里比赛的时候 因为球迷太吵了 让他不得不带上耳塞 不然球迷的呐喊声 绝对会让他分心 1998年季后赛时 爵士队主场 会在每场比赛之前 都在球馆内 燃放震天响的礼炮 比赛开始时 房顶的硝烟还未散去 所有到这里比赛的球员 都会像是经历一次大战 同时 炎湖城的狂热球迷 对客队球员无所顾忌 很多球员都遭受过 侮辱性的言语攻击 Shane Badier就曾说 当你走进炎湖城 全城两万名 充满敌意的人 就会开始虚拟 他们会大声讨论你的父母和家人 还伴随着超高分贝 这真的让我感到很难受 魔鬼的主场 狂热的球迷 铁血的传承 炎湖城的爵士队 也许不是NBA最受欢迎的球队 但绝对是所有NBA球队 最不想面对的球队之一 因为他们拥有地理优势 球迷对客队 最疯狂的虚声和嘴炮 以及Slong时代 所留下的铁血和坚硬 第四组小球时代的 金州勇士甲骨文球馆 2019年6月14号 勇士在主场 以110比114不抵多伦多 与总冠军擦肩而过 在那场比赛结束之后 服役47年的甲骨文球馆 也正式退役 勇士在下赛季搬进了大通中心 虽然甲骨文球场的 最后一场比赛 是以失败告终 但自15年以来 这里是勇士王朝的诞生地 也是NBA历史上 最难攻克的主场之一 甲骨文球馆的恐怖之一 源于勇士球迷的疯狂 他们或许是那个时代 最为疯狂的NBA球迷群体 每当勇士队 在甲骨文球馆 举行主场比赛时 整个球馆就是黄色风暴 所有球迷 身着黄色的主场队服 耳边则是他们 近乎撕裂的呐喊声 仿佛要把客队撕碎一样 有NBA球员说 每次我们来甲骨文做客 在场上几乎听不到 队伍的说话 全场是一片黄色的海洋 漫天的助威声 他们的叫声 甚至超过了飞机起飞的噪音 没有球队想在这座球场作战 而在2015年 勇士面对提湖的季后赛中 提湖队员需要戴上耳塞 来防止甲骨文球场的超强噪音 甲骨文球馆成为魔鬼主场的 另一个原因则是 因为勇士队的强势崛起 他们打破传统 用三分球开启小球时代 巨大的风暴 裹挟着联盟中的每一个人 而甲骨文则是风暴的中心 2014-15赛季 Curry投进了创当时历史记录的 286级三分 2015-16赛季 Curry把这个数字 直接提升到了疯狂的402级 而Curry和Clay的 每一季神奇三分落网 都会在甲骨文球馆 掀起巨大且炫荣的浪潮 浪花兄弟如此强大的 带动球迷情绪的能力 让对手感到害怕 在比赛中 气势和气氛很重要 勇士队往往实在 一阵狂风暴雨般的三分雨中 瞬间将比方拉开 将主场气氛 鸿托至最高潮 然后把胜利 轻松地收入囊中 在勇士建立王朝的那些年里 没有球队能抵挡住 这样强劲的狂风暴雨 他们也因此缔造了 恐怖的主场 2015年 联盟曾做过一次调查 球员们投票选出了 他们心中最难打的主场 甲骨文球馆当选第一名 在2015-16两年间 金正勇士在主场 跨赛季豪取54连胜 这个数字创下了NBA历史之最 以50-16赛季 金正勇士从金木战第一场 16分大破醍醐开始 主场36连胜 成为NBA历史上第八支 单赛季取得 主场至少33连胜 战绩的球队 甲骨文球馆的浪潮 一浪高过一浪 勇士也在他们那段 对史最美好的岁月中 五次打进总决赛 三次赢下总冠军 到如今 甲骨文球馆 虽然已成为过去式 但他在对手 和球迷心中的地位 依旧不可撼动 第五组 丹佛金块 Ball Arena 或者是他的旧名字 百事中心 Pepsi Center 和尤塔爵士的主场 盐湖城一样 金块队的主场 同样坐落在高原之上 而丹佛高原 1600米的海拔 则要比盐湖城 还高出300多米 Ball Arena 也因此是 联盟中海拔最高的球馆 而丹佛这座城市 也得名Mile High City 英里高层的称号 在这样的环境中 对于一些 喜欢打快攻的球队来说 从平地 来到海拔在 1600米左右的高地时 由高原反应 所带来的身体机能的消耗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来到丹佛客场 打球的NBA球员 总会在一定程度上 出现无力 胸闷等症状 也因此导致了 禁忌状态出现不小的下滑 从而给金块队 一颗城之机 金块队会在球馆 用亮眼的字体 打出严重警告 注意氧气不足 以此来建立心理上的压迫感 Phil Jackson也曾将丹佛 列为最不喜欢的客场之一 而在联盟中 也许只有长期待在 由他爵士的球员 来到百事中心 不会感到不适应 然而 就像爵士球员一样 金块的球员们 早就习惯了 这样的特殊地理桥见 他们在百事中心 体现出的活力 明显高于对手 甚至在Yogic时代之前的金块队 素有丹佛田军队支撑 他们甚至对海拔 再高一点的地方 也不排斥 2012年夏天 金块队的体能教练 曾带领包括 麦基 Nene和Fried等人在内的 多名金块球员 前往比丹佛 海拔还要高出 1000英尺的地方 进行高原训练 教练表示 如果想要充分利用 高原的主场优势 那么球员们 接受训练的地方 就必须要再高一点 此外 大家常常忽略的一点是 丹佛魔鬼主场的诞生 不仅仅是因为 1600米的高度 还因为距离 丹佛身处的 克罗拉多州 在NBA的版图上 非常独立 和其他主场之间的距离 都比较远 因此 NBA经常将这里 当成其他球队 连续客场之旅的 最后一战 而82场 常规赛的密度 本就惊人 在连续客场作战之后 已经消耗了 大量体能后 再到1600米的高原 和丹佛田径队 打最后一个客场比赛 早已是强弩之末 在这种情况下 金块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2015-16赛季 金块是唯一一支 在当赛季同时战胜过 73胜勇士 与67胜马刺的球队 这两场比赛 正是在丹佛进行 而那一年的金块 整个赛季只有33胜 排名西区第11 可罗拉多高原的作用 滚不可没 另一个例子是 2023年金块和热火的 总决赛中 Jimmy Butler的表现 历来有着硬汉之称的Butler 在丹佛高原上的表现 远没有在迈阿密的表现好 当然 这和热火在之前 经历了抢梯大战 和一路以下克上 也有很大关系 而迈阿密地区 平均海拔仅为1.83米 但是丹佛地区的 平均海拔 竟然为1607米 一家媒体就曾报道 事实上 热火队自2016年起 就很少在丹佛赢球了 Butler在丹佛的三场比赛 分别是13分 21分 21分 三场比赛 总共进了18个球 命中率35% 场均正负值 在两队所有球员中 排名倒数 而Butler的情况 在2023年 金块和胡人的戏绝中 也曾短暂发生 詹姆斯在比赛中 数次出现体能危机 甚至有整洁零次出手 和多次上空篮不尽的情况 那一年 干随金块夺冠的 Jeff Green这样说道 原来我以为丹佛的高原反应 只是传说 但后来才感觉是真的 甚至连训练都需要调整 只要你在这座城市 你全身每个器官 都能清楚地感受到 而除了自己 努力克服环境之外 别无他法 此外 金块队时的 主场客场胜率差值 是NBA所有球队当中最高的 历史主场胜率高达65% 而历史客场胜率 则为35% 因此 金块队魔鬼主场的诞生 除了超级球星的 强势崛起之外 科罗拉多高原 当然是第一工程 那么最后 想问问各位观众 你对于本期影片的 五大魔鬼主场 有什么特殊回忆和想法 或者是否有你心中的 魔鬼主场 没有进入本次影片中 都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及时关注 喜欢本集的话 请订阅频道 按赞和分享 这里是全然篮球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